踏出直升机 俄罗斯总统普钦开战后 第二次现身乌克兰 到赫尔松俄军指挥中心 闪电造访赫尔松 除了听简报 普钦还带来贵重物品 打开信物 骄傲展示 随后普钦在搭击 前往卢干斯克 还拍到好几架俄罗斯军机 表面上战争一切顺利 却有前瓦格纳士兵出面自白 声称瓦格纳上级 下令格杀勿论 连小朋友都不能放过 除了滥杀 俄罗斯还被指控 掳走成千上万乌克兰小孩 这位13岁男孩 刚逃出克里尼亚儿童营 除了重教历史 还天天放俄罗斯国歌 更证明莫斯科有意 洗刷乌克兰下一代的国家认同 TVBS新闻众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